焦点回到台湾 当政府贴出了公告 明定拆除时间 违禁户就真的会乖乖拆吗 来看这样了 双北的违禁拆除人员 就遇过各式各样的理由 有人搬出了家中的神明桌 生病的家人 甚至到怀孕的妇女 理由可以说是千奇百怪 公文都下了 拆除时间也定了 但这个时候才是拆除大队和违禁户的 工访站开始 因为执法同时也得兼顾人情味 拆除大队说这情理法 却成了违禁户 最爱钻的漏洞 为了延后拆除的时间 违禁户甚至请来家中的神明 还有祖先来作证 说是神明还有祖先 他们不同一般家 所以希望能够宽限几日 再者他们甚至利用家人 说是有人生病 或是有人怀孕来当作借口 因为在中国 传统习俗当中只要怀孕 就不是一栋土 否则会动到胎气 如果神明还有家人都没办法的话 这时他们会在杂大前 请来专业的祭祀师 找专业来逗专业 甚至有违禁户花了20万 连续请来三位土木祭师 鉴定房屋安全 就是希望在这一来一往之间 拖延拆除时间 甚至是不要拆 他们认为结构安全无语的 这个部分其实都潜在于 有一些消防逃生避难的这个部分 土木祭师他也许他只是 就该动的结构行为来看 当时是没有危险性 这个必须我们也是要尊重 这个祭师的看法 那如果说到现场看都没有一样的话 我在想可能就不是所谓的结构安全的问题 它可能是其他的所谓的 一般所谓的可能有防火项 占有防火项或是其他的问题 连土木祭师也晓得 结构安全不等于住的安全 但维建户总是选择性鉴定 结构上虽然没问题 逃生上却暗藏危机 依旧得拆 所以遇到这种案子 通常我们会提这个 我们新北市政府有一个跨局处的 一个联合机查小组 我们会透过经过由消防 逃生避难的这个观点 去看这个案子有没有危险性 但为了保有自家违建 违建户们无所不用其极 明知有错 还要议员来选民服务一下 关心关心案件 以人情施压 不过只要我们在执行的过程 认为是合理的 譬如说他家里的确有人怀孕 一般我们会给他宽限的期间 一旦像这种恶劣的 锁门的 必不见面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就会采取 这个强制的一个手段 拆图大队坦承 家中有特殊状况个案 确实会通融一段时间 但违建终究是事实 考量民众居住安全 即使议员来关心 违建户们最终还是得乖乖拆